好,我们来看一下5.3的这个练习题 所以看一下第一个 马来西亚所用的空气污染指数的英文 说写是API,Air Pollution Index 然后这个我是上网找的Air Quality Index 这个是美国那边用的 还有一个是Pollution Standard Index 这个好像是新加坡那边用 还有甚至有一个是什么Air Quality Health Index 这个AQHI好像是加拿大那边用的 反正你看可以看到它的名字都类似 OK,所以这题是送分题 然后一样的 一样的这个前语 然后主要要问的是 烟埋期间我们的API超过多少会宣布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就是那个Darulat 不能出门 全部人呆在家 只有一些Essential的 像医院那些可以 可以运作以外 所以这个是500 所以在 在Sapa 曾经有宣布过的 下列何者 不是参与空气质量 评价的主要污染物是哪一个 我们有六个嘛 对不对 有PM2.5 有PM10 还有这个抽氧有了 一氧化碳有了 二氧化硫有了 二氧化碳有了 但是二氧化碳就没有了 OK 二氧化碳是正常的吗 我们的空气里面有 0.0几啊 0.0 0.03%是吧 0.02%吧 反正就是正常了啦 空气 我们的空气里面本身就有这个二氧化碳的 所以二氧化碳不是我们 因为人呼吸 呼出来就就有二氧化碳了 植物呼吸也是有二氧化碳 所以有二氧化碳是正常的 OK 所以我们二氧化碳是没有去评 评价说这个 有多污染 OK 再来的就是 大气污染的主要物质是 总 悬浮 颗粒 可能是包括了PM2.5 还有PM10 然后呢 是二氧化硫 碳 碳 碳和碳的氧化物 你认为造成大气污染 主要的来源是什么 选两个 OK 像这边有写到煤燃烧放出这个灰尘跟气体 这个有了 这个有 然后呢 汽车排出的尾气有二氧化碳 有有有氧化合物了 所以这两个呢 是主要的 那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所释放出来的气体是 氧气 这个是我们要的 所以这个肯定就不是污染物啊 对 空气和土壤 水 长期接触所释放的气体 这个应该都是蛮自然的 而且应该都不会是有毒的气体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一看那个叙述就知道说 空气跟空 空气跟土壤跟水 就是说水 空气跟土壤 还有空气跟水接触之后会放出的气体 这个气体感觉上应该都不会有什么危险性吧 然后土壤 还有水 对不对 这个都应该是蛮 蛮蛮正常的一个气体了 再来的就是他讲 这里有一个图 它有一个表 然后呢 某个城市的空气质量 每周的那个包 公报的部分 然后呢 它哪项活动对表中 三个空气质量标准呢 是不影响的 OK 所以这边我来 开一下 开一下另外一个 要看一下那个图是什么 因为我不太记得了 OK 这个有图的啦 不过那个图不是不是重点 所以这边它就有写到种 种悬浮颗粒 二氧化硫跟二氧化氮 对吧 这样哪一个是不会影响 就是不会产生这三个的 燃烧 垃圾 它会有这种悬浮颗粒的 因为它燃烧 它会飘出一些悬浮颗粒出来 可能如果你的燃烧的垃圾里面有一些瘤的成分 或者是氮的成分 就可能又会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 所以燃烧垃圾呢 是可能会有的 然后磷 含磷的洗衣粉 磷你可以看到这里是瘤 这个是氮 对吗 磷是PI的 所以它含磷好像跟这边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个选项呢 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判断 当然迟一些我们会学化学了之后 你就会知道说 磷是PI的 如果它燃烧 就会形成 什么 无氧化二零 然后无氧化二零 然后这个也不是我们的判断的一个指标 OK 所以这个是零 是没有什么影响 这三个的 硫跟石油作为燃料呢 它会形成 它会有硫在里面 因为那个煤跟石油 它其实是有一些杂质在里面 它有硫在里面的 所以它也会形成二氧化硫的 汽车的委屈会形成二氧化氮 在课本上就有提到了 所以这个呢 四个里面呢 这个含磷的洗衣粉呢 应该是不会影响到这三个东西了 OK 然后呢 三月份的这个大马热浪来袭 烟埋就越来越严重了 那你饱毒科学 我讲不出口 饱毒科学 我都不敢讲我饱毒科学 所以它开观影 下列保住我们的自己的健康的措施 哪一个是错误的 要喝多一点水 因为你水分可以把那个 把一些肮脏的物质给带出来 所以这个是需要的 然后呢 N95的口罩 这个戴口罩也有帮助 因为它可以挡住一些 悬浮颗粒物 节省用水 应该也算吧 整天把它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这个好像不太健康 对不对 好像做宅男还是什么 当然我们是要呆在室内 尽可能呆在室内 但是如果你关自己在房间里面 就有点可怜 好不好 关注精神病来 等下 所以这个其实不太健康的 可以走动的 只是说呆在室内 请选出造成臭氧层破洞的气体 浮氯化合物 刚才我好像有这个题 然后有这个选项 只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教 什么是浮氯化合物 浮氯化合物呢 就是造成臭氧层破洞的气体了 OK 那臭氧层的作用呢 是吸收太阳光里面的紫外线 Gamma色线 哎呦 还是有一些人呢 你看 这几个乱乱圈的 应该是没有听书的 当然我也不要去注意他们的 你这个圈这个答案的 你知道你是谁 要听书 紫外线 吸收紫外线的 过量的紫外线会有什么疾病呢 选两项 课本里面有讲会有白内障 会有这个皮肤癌的 OK 所以我们清光眼会不会有 我们不晓得了 不过我去查之后 其实是有差别的 所以这个是白内障 紫外线会造成白内障 跟皮肤癌而已 OK 然后黑头粉刺 就是那个黑头 听说是灰尘 灰尘造成的 所以跟紫外线没有关系 OK 然后下列关于地球的大气层中的臭氧和臭氧层的叙述 臭氧层是在平流程 是在平流程 所以谢谢 金泉有提醒 这个错的 我们要选正确 那正确的是臭氧层是有保护地表生物的功能 因为如果你紫外线过多 全部的生物其实都会受影响 包括了植物也会生长受影响 包括了人类也会种皮肤癌等等的 所以它是有保护地表生物的一个功能 其余的就不是很对 像臭氧层如果在地表出现的话 它的含量跟氧气含量相等 没有啦 我们在地表出现的臭氧其实很少量而已 然后呢也是有毒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也会探测说 这个臭氧在地表上出现的含量多少 超标了 我们其实也是算是一种空气污染来的 破坏臭氧层 跟引起全球暖化 主要的物质是同一种气体 破坏后氧臭氧层的是浮氯化合物嘛 对不对 然后呢造成全球暖化的是二氧化碳嘛 所以肯定是不同啦 这都是不同的气体来的 OK 所以这个第二个选项才是正确的 OK 有没有问题